因为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20号纽约商品交易所 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罕见的跌为负值 收于每桶负37.63美元 跌幅超过300% 这也是纽约商品交易所 1983年开设轻质原油期货交易以来 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受美国石油市场供应严重过剩 合约即将到期 以及德克萨斯州将决定 是否减产等因素影响 纽约油价20号早盘低开 盘中持续走低 尾盘加速下跌 到收盘时 即将于21号到期的纽约商品交易所 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下跌55.90美元 收于每桶负37.63美元 跌幅为305.97% 纽约商品交易所 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也大幅下跌18.37% 收于每桶20.43美元 6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下跌2.5亿美元 收于每桶25.57美元 跌幅为8.94% 由于国际油价暴跌 和美国对小企业的追加刺激措施 迟迟未能出台 打击了市场人气 纽约股市能源板块20号 大跌3.29% 为领跌板块之一 当天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均收跌 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跌幅最大 为2.44% 原油价格暴跌 则推升金价上涨 纽约商品交易所 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 6月黄金期价20号 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2.4美元 收于每盎司1711.2美元 涨幅为0.73% 罢700 希宇